大家好,我們是 Co-op達人後駐公車 可以看到剛剛的影片 我們是否都有過這樣的經驗呢 就是我們在使用手機或看書的時候 公車就過站了 而公車過站不停或是等待時間過久 都會造成公車的搭乘率低 如果使用我們的APP 就可以大大減低 此問題的發生 以下幾點是我們想要達成的目的 在便利性的方面 我們有提供即時動態查詢的系統 可以讓想達成公車的乘客 妥善安排自己的行程 並且我們有公車code的功能 可以讓司機提早知道 此站有乘客要上車 在安全性的方面 時常很多人在招攬公車時 都會站得太出去 因此引發一些事故 我們相信我們的APP 可以減少這種事故的發生率 在達成上面兩點時 我們相信可以提升 大眾運輸的達成率 以減少我們空氣污染 一般我們在市面上看到的應用 都是屬於RFID的 但是我們為什麼 還是要使用比較另類的NFC呢 因為比起前者 後者更能提高我們的安全性 與近距離的傳輸 這樣不僅可以減少錯誤的發生 還可以增加傳遞的效率 在架構的方面 我們先將手機與公車站牌上的NFC接觸後 手機上的資料 會傳遞到我們的伺服器主機 而待伺服器主機審核過後 會再將資料傳回公車上的公車顯示器 讓公車司機知道 有乘客要上車 先開啟手機裡面的NFC 接著開啟我們的公車code APP程式 會看到公車動態查詢以及公車簽到 點選公車簽到鈕 在簽到之前 金絲湖站的人數為42人 將手機與公車站牌上的NFC進行接觸 接觸等待後 會看到已簽到 就代表已經簽到成功了 此時金絲湖站的人數已經增加為43人 如果想要取消的話 可以按一下取消鍵 接著就可以看到公車顯示器上的人數已經減少了 不斷得消費 現在的一部分 就是不斷 現在的公車 是不斷設計的 就是不斷設計的 就算了 在現在的公車 我們也要進入 延長的機器 要是完全不斷設計的 在那一部分 這部分 就算不斷設計的 就是不斷設計 該是不斷設計的 等待 我們 要不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